我想我們與會的朋友有沒有人要回應的 比方說剛剛聽到的一些問題 或聽到我們的講者講 也許你也有一些想法 也可以分享 不一定是回答些什麼有沒有 我剛才聽了幾位老師 我覺得收音很多 但是我對師弟 因為我常年基督在美國 美國這方面可能他們做得比較好 我為什麼會去問說 師弟到底他的重要性 他的牌阿賴比斯 是怎麼樣的一個地位 或者他的功能 我剛才聽那個何老師他講 師弟可能是一個腎臟功能 我感覺美國 他是把他當成一個腎臟功能 來處理 譬如說我們護火水壩 護火水壩它要進 它是從摩拉多海峽下來的 那他們也嚴重 他們也發現說以前建復活水壩的時候 他們沒有考慮到說 山上會帶有一些土石流 或者什麼樣的雜物 然後會流到那個復活水壩 會影響復活水壩的壽命 所以他們就在發現這問題的時候 他們在復活水壩的沿頭 他們設了兩個那個 所以建底斯卡爾 他是地理 國際地理 原來有播這個 他就等於是那個淨化那個 他就耍那個水質 然後他從旁邊開了兩個那個 等於是把那些雜物清理掉 沿頭清理掉那個 繞過那個護火水壩 排到護火水壩的下游 然後再恢復自然之內下去 那還有我最熟悉的就是 我們都知道那個矽谷 矽谷它是由一個 叫做Anderson Lake 還有一個叫做Kaioli Lake 他們是這樣而組成的 所以它才變成一個矽谷 那我在那裡我 因為我常常在用水 所以我實際上會去觀察這個水源 那我感覺他們美國 真的是把這個濕地當成腎臟 當成我們的器官 在把那個水質淨化 譬如說它Kaioli Lake 它下來以後 它那邊附近有很多農田 那農田難免會有一些灌溫 或者濕影 濕一些有機肥料 那這個移水沖沖的時候 它會到Kaioli Creek Kaioli Creek來 那Kaioli Creek來 所以它 它就會有一個濕地的地方 它經過這個濕地 它把那個水質淨化以後 然後它再到一個平面湖 那那個平面湖 它就可以變成說 人生供水啊 所以這是我在美國 曾經觀察的時候 它們的濕地 是把它證明成一個 淨化水質的功能 這是我的看法 謝謝 好 我這邊也簡短的回應一下 因為關於濕地的資料 以及中英網站 我們大概從0102年開始 每年的濕地日 大概2月的時候 我們都有完整的一個專題 那各位可以在上面看到 就是說 所謂的功能的取向 那往往我們因為人的需求嘛 有時候我們需要說服民眾 或說服政府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它講 因為屍體很漂亮啊 有些野生動植物啦 或者屍體它有淨化水質的功能 其實淨化水質的功能 大概不難理解 所有的organic 就是我們吃的 吃的拉薩水這些 都可以做水肥嘛 太多就變汙染 就有氧化 少一點的時候 就變成肥料 所以屍體它上面有水生植物 有這些微生物等等 所有 在我們所謂處理汙染 大概用物理方式在處理 就只有一個燒掉 燒掉就分解成氧化氧跟水 那另外就全部都是 幾乎透過微生物 就是生物的這種分解的方式 所以人工失地的這個部分 本來就是在大自然界裡面 清除汙染的一個過程 只是我們要不要刻意去強調它 或者它的功能 要扮演到什麼樣的角色 那當然在這個年代 我們也發現說 其實我們的問題 主要是出現在於說 當我們認識越多 才發現說 原來有很多的事情 是以前我們沒有想到過的 比方說像一些DDP的危害 現在大家覺得是很理所當的 我不要用 但是早年大概 人家會覺得你是神經病 是在搞破壞 甚至是在危害人民的健康 所以這個東西 觀念其實隨著不同的改變的時候 或許我們這麼講究說 環保団體基本上的態度 都會比較抱持著一個保守 跟一個謙遜的一個態度 來面對大自然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 以前在談所謂的汙染的時候 是要所謂的半自死率 各位如果念書 念生物 念生化 有所謂半自死率 那談所謂排放標準 但是後來當我們發現 環境荷爾蒙的時候 所有人傻眼 到PPM等級的這些 chemical這些汙染 就可以影響我們人體的生理反應 尤其是這種所謂的性 這種性器官啊 這些生理的反應 所以我們以前在談的 所謂微量 所謂合於排放標準 現在到底還算不算 合於排放標準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了 所以我們只能夠講說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需要更寬厚一點 來面對這個大自然 謙遜一點 那我們環境自信協會 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留給野生動植物一個家 我們不可能佔據整個地球獨火 然後各位手上有拿到我們的簡介 那背後也有我們協會的捐款授權書 那我們也希望說 邀請各位 非廣告一下 跟各位夢的款 每個月捐了一百塊就好 加入我們定期定額的捐款者 把你們的名字借給我們 因為錢不再多 但是有越多人支持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習慧會有一個效應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環境保持更重要 那在這邊最後呢 我們再次感謝我們陸委會 中華發展基金 我們專委跟科長 還有我們的那個 應該算是承辦的朋友一起來 那我們的講師跟大家一起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要再 討論協會 其實會有回訪的這個過程 其實如果沒有陸委會長期的 給我們的一個支持跟陪伴 最主要的是給我們一些經費 讓我們可以完成一些 跟NGO做長期的交流 而這長期的交流 我們是沒有斷 而是形成了夥伴關係 所以我們今年度才有這一次的回煌 剛剛我要回應一下 陳建志陳老師在提到說 我們好像議題太多 然後覺得不太夠深入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 我們在台南的分享的時候 講師說 他們沒 我們在杭州十天的活動 每一個人可能只睡十個小時 回去之後撿資料 弄資料 可是我們的彭瑞翔 跟我們的葉仁豪葉宣孫在那裡 可能都只睡兩個小時 因為我們隨時要把我們的電子吧 每天的行程都發回來 到我們的電子吧的平台 其實即便沒有參與的夥伴 都能知道我們到底看了哪些地方 然後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其實我們這十天的行程 是因為我們2006年第一次辦兩岸交流的時候 因為也急著把台灣最好的呈現給大家 所以我們也是全島這樣跑 所以他們這一次是 星號是2006年第一次來參加 包括汪詠誠 都是第一次2006年來參加兩岸交流 所以把我們的這樣的經驗複製過去之後 他也把所有最好的要呈現給我們 所以我們十天也是這樣子 我們跑了3600多公里 然後我們有一個晚上跨越了三個省份 然後到了下一個住宿點是晚上1點半 整個真的分配好房間睡覺是2點 然後早上6點又要出發 所以說我們是說這樣的行程其實是非常的緊湊 但是在這中間也學到蠻多 所以其實我在這裡我持續的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我真的非常感謝有許多人的幫助 包括這一次我們有8位老師一起來 然後有可以給我們很大的支持的力量 如果我想說今天大家來這裡 應該是對兩岸交流都非常的有興趣 我們10月份還有一個是NGO的交流 而這個交流是大陸的夥伴到台灣來看台灣的現象 那我們也是在10月28號 我們也是藉由恆賢俄長提供的我們這一個場地 應該是會再大一點吧 那在2樓那我們還是邀請大陸NGO的夥伴到台灣來 走了8天之後一個分享 那我想說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持續的收我們的電子報 我們這樣的訊息都會陸續的在我們的電子報上面出現 包括我們這8位老師所有的PPT包括所有的簡報 我們都會在資訊中心的一個平台給大家 那再次謝謝大家 那記得我們的資料是請大家參閱 但是不能拿走 因為這個是協會要留存的一些資料 好 謝謝 一分鐘 對不起喔 我們在台南講到了1點半 衝一下1分鐘 因為在經營資訊中心上 是真的覺得這個中心很需要 中心的網站的內容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共同參與 那也希望大家在回去的時候可以看我們所分享的資料 一方面在網路上可以留言給我們一些建議 或是給我們一些以後繼續互動的一些可能的資源 或是給我們一些其他關於中國水資的資訊給我們補充 這方面希望大家可以在後續在網路上多跟大家一起做互動 謝謝 好 那我們就拍手 然後感謝各位的參與 我們等一下有參考 歡迎大家可以在會後再留下來討論 那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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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